我来前两天 我爸爸就突然脑出血 当时我真的很纠结 因为第三天我马上就要出发前往美国 但是爸爸在SU里面 我根本没有办法去做那么样的一个决定 我不知道我来还是不来 但是我哭过了之后圣灵感动我 圣灵告诉我有信心 当我勇敢地迈出来的时候 爸爸现在已经脱离了危险期 今天的世代是不断在改变当中 文化也在改变当中 我们怎么样在现今的世代文化当中 能够来调整我们的步伐 虽然真理不改变 但是我们传言福音的方法可以是没有改变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